由美国四川总商会主办的 亲情中华中秋联欢会 及亲情中华美丽四川艺术团 圆满结束北美演出的庆功会 日前在亚凯迪亚市 梅州东坡酒楼隆重举行 中外来宾齐聚与唐 共同欢庆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做些当晚活动的嘉宾 包括中国驻入汉记总领馆 乔武领事白东石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 圣改博市市长廖清禾 核桃市副市长舒黄秀兰 梅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 美国四川总商会会长陈慧比 以及美国主流社会的艺术家 社会歌界代表200多人 主办方希望 即举行亲情中华中秋晚会 为中国桥连委派 四川城桥连组团的 亲情中华美丽四川艺术团 圆满继续北美演出庆功 同时也感谢艺术家们 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献 前天我们在神科宝剧院 观赏了他们的精彩演出 我们是座无虚席 那么这次活动呢 也是我们美国四川总商会 是主办单位之一 那么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主要是想把 四川的传统文化艺术 带出来 同时把西方的文明和现代艺术 融入四川 在亲情中华中秋联欢会上 美国四川总商会荣誉会长 梅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表示 搞这样一个活动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华人在这儿开心 度过我们祖国的这个中秋佳节 当晚的中秋联欢会 亲情中华美丽四川艺术团的演员 和若然基里美的艺术家们 还一起登台 为来宾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兵组双方共同沉浸在欢与萧盛之中 汉天威斯记者王复明 若然基报导